几场大雨过后,桃儿河的水面愈发宽阔,使得沿河两岸的村庄看起来距离又远了些。 吉林省桃南市瓦房镇镇邻村村民黄德义私建福桥至18人获行一事备受关注。 7月10日至11日,记者赴当地采访,仍能看到福桥被拆除后留下的痕迹。 附近有工程车在平整土地,官方计划在秋收前建起一座便民桥。 黄德义搭建福桥的地点,位于镇林村二舍东的桃儿河上,连接着对岸的桃北区平安镇安全村。 由于历史原因,安全村在镇林村有少量耕地,而镇林村在安全村没有耕地。 胡宝玉介绍,距离河岸30米处,就是黄德义家的水田。 当年为了运营这座福桥,他在自己开垦的水田腾挪出约30平方米的面积, 设置了卡口、地棒及铁皮房,用于其家人值班之用。 2019年,吉林省陶南市人民法院对黄德义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包括其在内的家族成员18人均获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德义等人在陶南市瓦房镇镇林村至陶北区平安镇安全村陶尔河河道上, 私自建桥拦截过网车辆,强行收取过桥费,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曾参与此案办理的白警官,当时在瓦房镇派出所工作,他向记者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接到这个签索之后,我初步核查了一下,核查的结果大概就是2005年开始吧, 一直到2014年期间,黄德义和蒋州的长远开始不断下船百度也好, 然后不断地进行翻新维修,然后不断地往里面充实人员。 就是那个说那个,可能说过一段时间需要大平量维修了, 就不断有人上来了,然后就是直接就参与这个看守这个桥梁这个工作, 然后那个他们是有一个排班纸班的制度, 就是说白了一个月多少天没几天是谁谁谁在这儿看着这个地方, 来收过往的这个钱,咱们就是咸人的黄德义的儿子黄松, 他本人自处这些年就是大概家里收了30万块钱左右, 然后那个,而且他雇佣那个河树村也是收了大概3,4万块钱, 其他人都是不等。 黄德义这个福桥建上之后,在16年, 水利局就对他这个桥进行处罚了两次, 17年处罚了一次,直到18年强制拆除, 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咱们水利局的工作人员都是对他要求他限期整改, 并且拆除,就说白了就是旅舰旅拆,旅拆旅舰, 然后去收取这个过路费。 在陶南采访期间,记者曾两次尝试联系黄德义了解情况,均未果。 平安镇安全村党支部书记古天福向记者介绍, 该村有不到十户村民在镇林村有地, 农忙时会过河耕种。 没有福桥的那些年,桃儿河有多处浅滩, 村民开四轮车是可以过河种地的。 当水小的时候呢,我们不想花钱了呢, 我们可以走那个河底下,河床, 因为河床非常硬, 我们开着四轮车呀, 还有那个骑着摩托车都能过去。 到水中呢,他一看我们水小的时候不走到桥了, 他挣不着钱了, 他就把河床给破坏了, 把所有的能走得到啊, 全让他用自己家的小展车全都给挖断了。 记者从桃南市水利局还了解到, 桃儿河为滚动河道, 河道走势常有变化, 当地按照30年一遇标准涉低防洪, 河的左右两侧2.1公里内均为行洪区, 在此区域斯达福桥既存在安全隐患, 又影响汛期行洪。 从2007年开始, 当地清理整治在桃儿河上非法建桥, 共拆除非法建桥11座, 黄德毅所建福桥是其中之一。